謝謝院長還有本院各位同仁 時代力量黨團針對這項廢紙案實質上面的理由 已經由我們剛剛黨團的總召徐永明委員 跟大家做了報告 這個案子不是今天才提出的 當初這個案子一通過了以後 從二三月的開始 非常多長期以來關心台灣知痛安全的學者專家 甚至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就發言批判 這個國家知痛安全科技中心設置的條例 知痛安全跟國家安全緊密的相連結 時代力量今天提出這樣子 這次的提案正是對於馬政府搞了八年 我們只問簡單一個問題 搞了八年你把台灣的知痛安全當什麼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所謂馬政府下面的知痛安全體系表 我只有八個字形容 雜亂無章全責不分 我再講一次 雜亂無章全責不分 今天要設置這一個國家知痛安全科技中心 就是在這一個混亂的架構下 要讓它繼續延續下去 任何曾經嚴肅看待台灣知痛安全的有識之士 都知道這樣子的混亂架構 不能夠再延續下去 中國國民黨他們在做的是什麼 2015年趁著大家在選舉混亂的時候 在立法院刪讀通過了這樣的條例 剛剛有委員說 那個條例似乎是經過很縝密的討論 我邀請各位回去 翻開立法院的公報 看看當初那個條例是怎麼過的 當初在這個條例討論 自己做結論 說接下來呢 就是團進團出 現在做的那一群人 如同管委員所講的 完全沒有任何篩選的機制 就要把它搬到這個知通 他們所認為 攸關台灣知通安全 這麼重要中心的社會大眾報告 連行政院自己內部的公務體系 都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自己的政府 對於 好 謝謝黃委員 院長各位同仁大家早 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在2015年三讀通過之前 表達的非常的清楚 我想在這裡我要再次重申 立法院是在104年12月14號 就三讀通過我們資安科技中心設置的條例 總統呢並於12月30號就公佈 今年4月1號已經正式掛牌了 不是說我們不能廢止這個法律案 復古衛冠 實際上 那是 以